这个女孩正在玩泥巴 一抹脸 五官都给完没了 呼吸和求就都成了困难 她前脚刚走 后脚一坨泥巴 就从井里窜了出来 顺手就捡走了她的眼睛 调整好眼睛位置后 一摇一摆地跟在女孩身后 就这一会儿 鼻子和嘴巴也被偷了过来 周围的人也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一个猎人举起枪 对着泥巴来了一发 瞬间她就被打成了碎片 本以为她就此隔屁 可没想到的是 一瞬间她又恢复了原样 再次蹦蹦跳跳地奔向女孩 女人看她跑了过来 拿起铁铲就是一挥 直接将她披成了两半 但这泥巴实在是太难搞了 不仅没死 还伸出两条长长的泥巴手 从门下直接穿进屋内 把女孩从男人手中拽了出来 直直地吸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接着她就变成了一个 泥巴版的姜饼人 还尝了一口说自己很美味 经过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操作后 她跳进了水井溜走了 父母趴在井口声嘶力竭的呼唤 但再也换不回孩子的身影了 这已经是小镇的 第十一起孩子失踪案了 不久后镇上来了两个男人 两人自称是鼎鼎有名的驱魔人 他们叫做格林兄弟 能帮助驱散镇上的妖魔鬼怪 二人的到来 让村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到了夜晚 格林兄弟拿出自己的装备 打算开始施法 他们先在地上画了一个六芒星 这熟练的手法 能看出来两人还是挺有经验的 可还没等法术做完 一阵巨大的妖风就刮进了屋内 妖怪真的闯了进来 看来是法术起效了 就在妖怪迎面而来时 两人立马手拿武器对准妖怪 经过一番打斗 杰克一剑射中妖怪的心脏 随着一声惨叫 妖怪落在地上灰飞烟灭 看到捉妖过程的村民 十分欣喜地跑回村里暴行 然而下一秒 屋里的妖怪竟然又活了过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都是格林兄弟准备好的骗局 他们提前制造好诡异事件 营造出恐怖的氛围 再如同天神降临般出现 帮助大家驱赶妖怪 酒馆挥霍潇洒 全然沉浸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之中 而与此同时 一个小女孩正在森林中踩蘑菇 突然身后的山洞中传来一阵怪响 她吓得转身就跑 跑着跑着一棵大树 竟然也活动了起来 她更加害怕地往森林外跑去 可最终也没能逃脱怪物的魔爪 最后只剩下挂在树上的红色斗篷 在风中孤单地摇曳 就在第二天 有一个小女孩被引进了森林 大树的枝丫拿走了她的披肩 接着水流又将披肩顺到了深处 很快 她就被引到了一个山洞 就在她摘下披肩时 无数小飞虫钻了出来 接着一个黑影出现 伴随着一声尖叫 女孩不知去向 接连两个孩子的消失 让国王感到震惊 她找到格林兄弟 想让他们驱赶妖魔 但这一次的事件 并不是兄弟俩设下的圈套 也就是说妖怪或许是真的存在 他们向国王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国王本想处死他们 在两人的哀求下 国王给了他们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让他们去抓捕真正的怪物 黑马吐出的蛛丝 将女孩死死缠住 接着黑马一抬头 直接将她一口吞下 女孩在马胃里苦苦挣扎 可还是一点用都没有 原来就在晚上 女孩听见黑马在凝叫 她提着灯笼出门 起身来到马就看望马儿 可手刚碰到马嘴 突然发现一只了蜘蛛 接着又是一把蜘蛛丝 蛛丝死死缠住女孩的手 不仅越缠越紧还越来越多 立马就包裹上了她整个身体 女孩不断挣扎 可下一秒就变成了马儿的夜宵 吃下女孩的黑马像中了血 不断奔跑思眠 吵醒了格林兄弟后 转身就跑进了树林里 小美骑马追了上去 格林兄弟紧随其后 可进入森林后 三人发现这里的树 似乎都活了过来 树枝纷纷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一只野狼慢慢靠近 嘶吼着朝小美扑去 好在野狼也没有其他的举动 吓退了小美后 转身就跑开了 经过一番折腾后 三人来到一个高耸的塔下 小美告诉大家 这个高塔是王后建造的 多年前 这个小镇突发瘟疫 这个自私的王后就独自躲到塔里 想要躲避瘟疫 可她不知道 病毒还可以通过风传播 即便是躲在塔里 最后她还是被感染了 皮肤不断溃烂 最终孤独地死在了塔上 格林兄弟为了摸清状况 爬上了这座高塔 从塔上往下看 一共有十二口石棺围绕着高塔 这个数字和 失踪小孩的数量相差无几 难道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 随后杰克进入塔里 这里全是厚厚的尘埃和蛛丝 虽然时光给这里 覆盖上了一层面纱 但不难看出这里昔日的繁华 杰克在这里找到一块羊皮 上面记载着 只要在血月之日 用十二个女孩的鲜血祭奠 就可以令王后起死回生 这也解释了 为何那些女孩会离弃失踪了 接着杰克来到床边 上面躺着的正是去世已久的王后 整个人都干巴巴的 就像是枯朽的树皮 男人使劲做了一口癞蛤蟆 这味道不仅上头还个牙 蛤蟆大哥被舔舒适了 竟然还想再来一次 就在这时 失踪的女孩从湖底飘了起来 威尔刚想去捞 那个狼人却再次出现了 他化身成人后 把女孩拉了出来 然后放进了石棺里 看到狼人离开后 威尔把女孩救了出来 没想到狼人一个飞斧头 就要了解了他 跑在威尔闪得够快 与此同时 塔里的杰克来到了王后的尸体旁 突然一只乌鸦 叼来了一颗药丸 放进了王后的嘴中 王后提前苏醒了过来 并对杰克施展起了魔法 貌美如花的样貌 射人心魄的嗓音 让杰克有点情不自禁 好在关键时刻 威尔砸了一块石头 一把击中了镜子 杰克这才清醒了过来 然后借着王后的长发 一跃跳下了高塔 下面的狼人正要一刀干掉威尔 从天而降的杰克 刚好来了一招泰山压底 趁此机会 两人抱起女孩就策马狂奔 回到村里后 他们把王后的计划 告诉了所有村民 而今天就是血月之日 时间所剩不多 所有人都在准备逃命 可就在此时 国王却带着军队赶来了村庄 他在众人面前说 格林兄弟是骗子 然后下令将在今天晚上 把兄弟二人连同魔法森林 一并烧死 在大炮的攻击下 森林很快变成了一片火海 好在小美及时赶到 趁乱将格林兄弟就走了 可就在这时 狼人又一次出现 拦住了小美的去路 狼人露出脸庞 他竟然是小美的父亲 在格林兄弟的注视下 狼人带走了小美 他已经集齐了十一个少女 再加上小美凑满十二个 血月的复活仪式即将启动 把小美放进最后一个石棺 狼人从她的手上取了鲜血 随后她将十二个少女的血液 混合在一起 送到了王后手中 紧随其后的格林兄弟 刚想上前阻止 王后只是挥了挥手 两人就被钉到了墙上 接着王后喝完了混合的血液 她的模样也恢复了年轻的状态 而此时的格林兄弟 还在抵抗魔法的控制 拿着匕首互相指着对方 威尔率先放手 被杰克的匕首插进了身体 眼看他就要隔屁了 一旁的王后说可以救他 他从狼人的身上拔出一根铁钉 随后就插进了威尔的胸口 威尔原地复活 可这也意味着 他将永远臣服于皇后 就在这时 杰克发现了破局的关键 原来王后的本体 不是那具木乃伊 而是角落里的那面镜子 随着杰克劈碎镜子 王后的身体 也像碎片一样扎裂开来 这时 狼人抱着一块碎片 跃下高塔 就此象征王后的高塔 也轰然倒塌 杰克从废墟里爬出来后 救出了石块中的威尔 他拔出了银钉 威尔也渐渐苏醒 最后石棺中的女孩 都被拯救了出来 而格林兄弟也和小美一起 过上了美好的田野生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格林兄弟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